回到新聞現場要帶給你最新消息 基隆地方法院在今天清晨裁定 基隆市議長黃錦泰以120萬元交保 同時限制出境出海 而就在今天清晨6點 黃錦泰的親弟弟把現金送達 為他辦理交保手續 那麼布出地檢署前表示 黃錦泰說他是清白的 而未來呢會尊重司法程序 並且將一本初衷為市民服務 我想這筆政治現金 我有一一清楚 向法官檢察官 交代資金的流向 也謝謝法官對所有資金流向說明 我想我是清白的 市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我們應該鼓勵認真努力 為市政開發來進行 為簡化行政程序努力的任何 我們公職人員 應該獲得市民大家的肯定 就跟這個甲山林建設公司 認識多久了 我們是長期認識的 請進行政序努力的 風格 也請進行計劃